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年轻的科学家就开始从事物理导体的研究 在9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微小的纳米结构 量子线和量子点 这些研究也是新电子和现今能带工程的基础 其研究成果获得了俄罗斯和国外普通的奖章和津贴 于2000年,若尔斯·阿尔费罗获得诺贝尔奖 若尔斯·阿尔费罗夫是俄罗斯科学院和其他国家科学院院士 除此之外,他还是俄罗斯共产党杜马代表 他的父亲在1917年10月本领时就成了托尔什维克党人 他本人也承认,在自己少年时代就被共产党引念所吸引 他坚信俄罗斯未来的科学发展和教育中不能没有信念 我们有机会与他进行交谈 我们记者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 当他再从事物理研究初期 是否想到在某时自己就能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和诺贝尔奖格主 我是想成为电子工程师 我认为这将是未来 我的父亲对这些不是很了解 他是造纸厂的工程师 是白俄罗斯造纸厂的厂长 他对我说,你的电子谁都没有见过 我知道,如果你研究高炉,涡轮机,这是比造纸业要好的 这是什么东西 我说,谁都没有见过他们 但是,他们就是未来 我们的任务是制作出苏联的晶体管PN节 我就分到这个任务 1953年3月5日 我制作出了很好的晶体管PN节 我在实验室的记录中 到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的工作记录 苏联的晶体管PN节 不仅仅是新的仪器 而是新的物理 非常好 我能有机会从这个新的区域 从最开始就开始研究 我得到了4500卢布的奖金 我有印象 我的师傅给我说 若尔斯,这是半个莫斯科人小汽车的价钱 再有一份奖金 你就能买莫斯科人了 我说,我不需要莫斯科人 我给母亲买了金表 给父亲买了西服 给自己买了球拍 之后,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工作 所有的科学都是应用科学 不同的指示 某些科目是立马产生的 而有一些是在100年以后 世界文明的发展 决定科学的发展水平 在科学发展中有不同的时期 比如,量子物理是在20世纪初期形成的 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五篇伟大文章 海森堡的著作 波尔 薛定谷 德布罗伊 量子物理发展在科学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之后,在这技术上研制出了原子弹 半导体电子和很多其他的 这很重要 第二点,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凝聚态物理学中最新的革命性发现 分数量子霍尔效应 这是80年代开始的 但是在天体物理 有了奇妙的事情发生 同样在生物化学 生理学和医学 今天,依照我的观点 非常重要的混合科学研究 在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和医学 生物信息学 需要用另外的教法来教学生 需要用另外的组织方式来组织科学研究 我们能正确地教给谁 他们就会有大的发现 在生理学、医学、生物化学 都有了很多的科学发现 今天是我担忧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喜欢说 苏联科学和之后的俄罗斯科学 基础科学是非常发达的 很多的基础研究 这些发展都用了很长时间 这是不对的 在我们基础科学的基础之上 产生了很多的新技术 它们很快地都实现了 以前我们这里有十个不同的工业部门 这些十个不同的部委 制造出了苏联时期 民用高新技术产品中的60% 如果没有改革 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市场上 具有竞争力的跨国际公司 今天新的技术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它们都是从科研中衍生出来的 今天我们的市场被外国公司占领 我们需要扭转趋势 实现这个 我们只有在自己科研成果的基础上 研制的新技术 我们有合作 我在北京邮电大学有实验室 我是那里的荣誉教授 由以我名字命名的实验室 我的同事和我经常会去那里上课 不过 最近一次去是在2013年1月份 中国人去我的彼得堡学校 我们有合作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89年 那一次是准备戈尔巴乔夫去中国的访问 科研这方面从社科院派去了人 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差不多是从1998年到2000年之间 我几乎每年都去中国 当然 他们有非常大的发展 深圳市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它位于中国南方 与香港有大桥相连 在2004年 深圳有400万人口 人口的中等年龄为29岁 而在1992年 那里只生活着三万人 2001年时 那里已经有了大学 学校里就有两万学生 我在光电学院度过了很长时间 那里的生活在很低的水平上 之后 我在2001年 一月又去了那里 那里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 真正的科学是要研究几十年的 但很快就可能丢失 不是那么简单 就能把它们创建起来的 虽然中国在我研究方向 有了很大的成功 在其他方面 我们还是教授他们的 虽然他们开发了很大的 拷贝外国技术的市场 来制造新的技术 科学同样在发展 我的第一个中国博士 是出现在1957年 他们在我这里工作得很好 很遗憾 有一个在文化革命中死去了 我经常去那里的半导体学院 我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很多大学的荣誉教授 他们在向前走和发展 中国有了巨变 但 暂时 俄罗斯的科学发展 比中国要高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 需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成果 俄罗斯科研最大的问题是 经济和社会都不需要 现在从业人员的成分和水平 有了变化 人们总是寻求怎么挣钱的方法 而不是怎么解决问题 在科学和技术中 任务不是怎样获得利润 任务是及时的发现 在科学技术发展方向 哪些方面出现了停顿 解决那些阻碍向前发展的问题 这就是跨越的基础 国家必须要对工业行业的新发展 和新技术整体发展感兴趣 这样才能对科学本身发展感兴趣 这样新技术才会被需要 这是必须的条件 我可以举好多简单的例子 比如 与我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 吉克·基尔比 在机体电路方面的发现 他首次发现了 并首先做了实验 罗伯特·诺伊斯 进行了首次的技术性实验 在60年代 罗伯特·诺伊斯在硅谷工作 当时的硅集成电路 是谁都不需要的 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获得经济上的成功 我们懂得它的意义 想从其中能做什么 建成了 建成了 我感觉惆怅 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 我们在美国人 日本人 德国人之前 制造出了 双抑制结构中的 激光或晶体管中的 双抑制结构 很多东西 我们都在工业制造中 开始应用了 差不多是在80年代后期 我们被踢到了 技术发展之路的路边 这全部都有可能 都是由我们生产的 俄罗斯是乐观人的家园 因为那些悲观者都离开了 稍人的人 这些悲观人都离开了 然后我会有这些悲观 观看 这个写真是很不耐心的